好像有部分法人认为 昨天开盘的下跌已经充分了反应短线的利空了 最后将会回归到基本面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就拉出超过百点的下影线 但是后续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包含了内阁总词 重大财经政策延宕 两岸交流恐怕会降温等等的骨牌效应 还有国内外的变数依旧很多 也引爆市场转向到期货来避险 需求大增了 昨天台指期就爆出了15.8万口的巨量 是今年的第五大成交量 不过现在外资的进多单 依旧还是维持在8970口近期的相对高水位 那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呢 国民党败选之后内阁总词 立法院法案审查也跟着受阻 星期一立法院经济财政等四个委员会 都临时停开或散会 至于各界关切的证所税大户条款 排定在周四财委会审查 因为财政部金管会都由常务官代表出席 到时候能不能进行实质审查出现变数 立法院长王金平周二将召开朝野协商 希望能够化解僵局 台国在选后第一个交易日指数开低走高 但包括内阁总词 重大财经政策延宕 来岸交流恐怕降温等骨牌效应 加上邮金价重挫 国际汇市动荡等 国内外变数还是很多 引爆市场转向 期货市场避险 台日期爆出15.8万口巨量 创下10月20号以来新高 是今年的第五大量 外资不动声色 期货进多单 维持8970口 张望台股后市短期虽然看似有反弹行情可期 但外资对于明年台股相对保守 摩根士丹利证券表示 明年台股所面临的环境将会是题材有限 政治妥协 政治斗争 势必会加重波动的幅度 因此布局的策略必须以防御性为主 美丽美林证券则认为 台湾未来一年半与国际贸易伙伴签订协定 包括两岸服贸与货帽的几率已经微乎其微 即使2016年由民进党执政 情况也不会改变 将会丧失长期GDP成长率 重返历史平均值4%的机会 未来5到7年将会降到3%到3.5% 东彩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